我们首先来关注部分商业银行和钢材贸易商的纠纷 从2000年起银行允许钢贸商通过互相担保或者几家企业共同担保的形式获得贷款 在2008年刺激政策之后 因为看好基建和房地产项目大批钢贸商从银行获得贷款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市场回归常态 钢贸贷款引发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今年3月到4月期间 上海地区爆出209起银行起诉钢贸商的案件 23家银行牵涉其中 作为最早涉及钢贸业务的名声银行 因为涉足的官司最多成为媒体焦点 其公告显示一季度末钢贸受信为300亿元 不良贷款余额11亿元 主要问题出在抵押品上 一般钢贸企业它的那个抵押物主要是一些钢材 这个钢材那么你要去做一个抵押的话 它不像那些房地产 我不能够到那个房产登记机构去做一些那个抵押登记 这个是没办法这么去操作的 那只能够依赖一些第三方监管公司去监管它的一些库存 那避免它用这个钢材去重复质押 甚至是我先做了质押 然后我又再不经过银行允许的情况下 我又把它运走 钢贸贷款违约密集爆发 并非凭空发生 2015年民生银行率先按基准利率上 20%放贷给钢贸商 这一创新让同行看到了甜头 纷纷加入进来 不过银行往往很难对钢材库存进行实时监控 结果就冒出了很多重复抵押和虚假仓单 而一些钢贸商拿了贷款去炒股炒房子 结果资金链断裂 直接导致常贷风险在整个钢贸商圈中爆发 在钢贸贷款纠纷中 原本用来支持企业融资的联保互保模式 成为传递危机的链条 一般他们的概念就是 为什么一人人怎么接就比较安全的 就是其中一家出了问题 其实我有另外一家还可以支持他 还是担保他吗 一般的金字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一个不错的那个business model 但是当那个liquidity 那个基金链在断的时候 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我想那个也是反映了在国内的那个 做银行做贷款的那个特别的风险 2011年至今 钢贸贷款问题从萌发到泛滥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威曾建言 银行业应该随钢贸行业调整 有保有压 同时明确要强强联保 他说不能胖子带瘦子 最后把胖子给带瘦了 不过仅仅改变担保方式 恐怕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如何建立有效的银行动产收信机制 才是问题的关键 今年上半年 宏观政策出现调整 对基建和房地产的投入有所缩减 可以预见短期内 钢贸企业的日子可能会难上加难 接下来钢贸贷款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正在考验各方的智慧 三月底营间会发布文件 意在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一些钢贸商期望可以借政策东风 获得喘息 我想一个是很大的矛盾 你是不是要立即退出了 还是要维持对它的做贷款 其实我那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银行 已经做一个很大的额度的控制 也是不在做新增的贷款 但是我还是看到有一些银行 它也是维持对几家大的钢贸的 那个公司还是维持做新的贷款 钢贸商方面 近期银行普遍削减钢贸贷款额度 让很多本来手头就不宽裕的 钢贸商资金更加吃紧 因为一些钢贸商还同时经营木材合同 最近以这些动产为抵押品的融资 也开始出现违约现象 钢贸商靠苦熬度过周期的想法 可能会落空 2012年有17家上市银行的 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行业总体水平 除了钢贸 当前光伏 太阳能 造船等行业 也开始出现了相似的 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 宏观经济低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作为银行来说 如何管理创新业务带来的未知风险 更需要检讨和思考